悲傷氣氛 瀰漫日本街頭 民眾排隊獻花 送前首相安倍晉三 最後一程 不少人哭紅了眼 但最痛心的 恐怕還是安倍遺霜 安倍招惠 十二號的喪禮 播放安倍晉三生前 彈奏三一震災歌曲 花震才開的影片 根據知情人士透露 告別式上 安倍昭惠在丈夫出病前 和丈夫申請臉貼臉好幾分鐘 但冷冰冰的遺體再也無法回應 最後道別心碎場面 讓不少在場人士淚崩 擔任商主的安倍夫人提到 把好當天早上才和安倍共進早餐 送丈夫出門 十一点半就收到重槍噩耗 起初還強装鎮定 想先對安倍母親保密 没想到當天安倍就不幸离世 让昭惠悲痛表示 一切來得太突然 宛如在做夢 事實上这幾天 始終展現堅強移民的安倍昭惠 和以往日本第一夫人不同 聚當乖乖牌和丈夫政治理念不同時 勇敢公開挑戰安倍一系列政策 不過夫婦倆感情依舊融洽 時常能看到兩人曬恩愛 堪屌屌的畫面 如今獨留妻子一人在人間 對自己的未來感到不安 而和安倍豪嬌型的自民黨副總裁麻生太郎 照例上說道 你不是說過要幫我念道詞嗎 一句話再度惹眾人逼酸 另一頭韓國總統 以席月十二號也來到日本駐韓大使館 追思會場悼念安倍 沒有親訪日本的泰國總理帕拉玉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和柬埔柴總理洪森 也都分別來到大使館送上最高委問 日本在為追究首相逝世 海內外痛心 各國政要分表哀悼 而上例結束後 安倍遺體在夫人陪伴下 繞行日本最高權力中心 做安倍最後的政治巡礼 但未來或許將和安倍昭惠 引用丈夫的畫那般 他所種下的種子將會一一萌芽 近新聞高一庭代言報導